如果你说我真的就是怎么都学不会煎牛排了 那我给你一个绝对不会失败的一个方法好不好 你要想吃一块好的解冻的牛排 就是把它从冷冻室挪到冷藏室里面 进行一个缓慢的这样的解冻 这是一个最理想的 最理想的这样的一个解冻方式 牛排解冻了之后 只需要用厨房纸巾把它正反两面 压一下 吸一下那个水 咱们就不按整块做了 咱们把它切成块 把这个牛排切成两厘米见方的这样的一个块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放到一个碗里 对完全不会煎牛排的选手 你才用我这个 这个牛肉放到大碗里之后 加一点点盐 放完了盐之后 现在放黑胡椒 然后记得再往里面加一点点我们日常的植物油 记得我们在腌这个牛肉粒的时候 就几样东西 盐 黑胡椒 再加一点点油 橄榄油 或者普通的家里的炒菜的植物油 都可以 唯独不要用花生油 为什么呢 花生油呢 它太香了 会强调这个好牛排 本该有的那个奶香味 就这几样东西 腌好了之后 放在这大概放个五到十分钟 我们同时呢 再准备一点其他的一些配菜 提前呢 把这个生菜呢 给洗干净了 油醋汁倒进来就行了 稍微拌一下 稍微拌一下 让它有一点点那个味道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这个已经腌制好了十分钟了 空气炸锅 200度的温度 大概五到六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用一个小油刷 在这个空气炸锅的这个底部上 来刷一层油 把刚刚腌好的这个牛肉粒倒进来 用筷子把它都给分开 让它尽可能的呢 不挨着 这样的话一会儿一加热的时候呢 各个的粒面都会非常的干松 很好吃 好了出锅啦 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平时不会煎牛排的话 你就照着我的这个方法做 是一百分的一个成功 把它盛出到一个小盘里 先让它放置一会儿 我们牛排加完了 也不能马上吃 这一点点的这个蔬菜沙拉就行了啊 如果你喜欢更多的那个黑胡椒的这个味道的话呢 这个时候可以再来一点点 你就按照我这个方法 你家里面所有的牛排 不管是什么菲利啊 西冷啊 什么眼肉啊 等等等等的都可以的 生活里全是小事 学会了都是本事 都不愿意 是的 我呢